我是鱼,林八,作者任小文,朗读者夏日清风 有人将艾娃脸上的头发捋开,艾娃看见一只眼睛凑进来,她被一颗很大的泪珠撑满 阿末看着艾娃,艾娃看着阿末 阿末扔掉手里用来支撑彩灯的铁杆,把兜鱼器从艾娃腿上挪开 然后一手托住艾娃的身体,另一手里顺纠缠住珊瑚的头发 轻轻地把艾娃从珊瑚丛里拉出来 阿末的手上有血,本来血已半干 但沾着艾娃身上的水后,立刻用一滴一滴往下淌 艾娃侧脸一瞧,发现顶天的大水缸被砸破了一边 贝壳和沙石被水冲洒的到处都是 几条从舌口下残存的热带鱼躺在地上,徒劳地摆着他们的彩色小尾巴 在大水塘的另一侧,艾娃看见李馆长,她满头是血,正骂骂咧咧地想撑着手站起来 水金宫的铁门被锁上了,有敲门声,小赵气急败坏地叫着阿末的名字 艾娃厌恶阿末身上的血腥气,在她的壁弯里扭摆身子 她不习惯外面的空气,太凉,太稠密,反让人透不过气来 她也不习惯外面的声音,太刺耳,太直接 她习惯了水里的安静,偶尔耳道里泛起些小水泡 听着,也像个别嘴老太,在咕噜咕噜,慈祥地说话 阿末按住艾娃,用手指指她,指指自己,然后再指指睡觉的小储藏室 艾娃摇头,她不知道这哑巴想干什么,阿末抱起她就走 储藏室推开,一股梅诗闷扑面而来 屋子窄得竟容两人并肩,床一放就只能侧身通过 阿末小心翼翼地把艾娃拖过头顶,向再举一键盛气 沾满灰尘和珠网的天花板,从艾娃眼底下滑过去 她没想到,阿末的气力这么大,手势这么灵活 她不断地调整角度和姿势,使跛脚造成的颠簸降到最小 靠窗的那张钢丝床,是屋里唯一勉强算得上干净的地方 散着的薄被子被推靠到墙边,一只星子都快掉出来的枕头被胡乱扔在床尾 顺着床脚往下,艾娃看到桑兮兮的地板,灰尘卷成大团大团 在风里发狂式地乱转泥气 还有被污水泡开来的压缩鱼石,从每个角落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腐烂味 当阿末把艾娃威侧着,举过床头时,她瞧见一只巴掌大的老鼠从阿末脚背上窜过去 阿末也瞧见了,她抬腿在垂下来的床单上轻轻一蹭,就一脚踩到了床上 床头是一大堆纸箱子,下面的箱子用透明胶封着,上面的半开着 拆开的塑料袋就从箱口半漏出来 还有些空箱子倒扣着或者被踩扁了叠在一起 艾娃隐约瞥见有什么黑乎乎的东西在爬进爬出 一些裤袜牙膏类的日用品横七竖八堆在箱顶,落满灰尘 阿末一手揉抱着艾娃,另一手拎过床上的薄被,把艾娃罩起来 艾娃扭了几下,终于顺从,她早已动得手脚渗出冷汗 阿末又从最上面的一只箱子里取出一件灰格子衬衫和一大包香蕉杆 把衬衫袖子和食品袋的拎手绕在胳膊上 她一步踏到床上,推开床头的一扇窗 另一脚踩在旁边一叠纸箱子里,一蹬,一伸 艾娃就感觉自己被拖到了窗外 阿末把艾娃放到窗台上,自己跟着钻出来,跳到窗外 然后再把艾娃抱下来 食品袋和衬衫被窗钩绕住了 阿末一用力,那袋香蕉杆就稀里哗啦散在了窗子里 阿末犹豫了一下,转过身,紧紧手臂 将衬衫轻轻搭在艾娃脸上 窗外的空气冷且干燥 太阳从云层后面投下些白惨惨的光 艾娃有种要晕厥过去的感觉 窗对面是几幢灰暗低矮的职工宿舍 不远处就是海洋馆的后门 阿末必须绕过宿舍,穿过小路 经过一个长满野草的小花园 然后从有门房看守的小铁门走出去 几个穿工作服的男人站在宿舍楼二层的阳台上聊天 他们说笑的声音十分响亮 艾娃心里一跳跳的 阿末把他抱得更紧了 喂,哑巴,干什么呢? 好像抱着一大堆东西 男人们拍着阳台眼狂笑 还有人吹口声 喂,该不是偷东西了吧? 偷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这么值钱,配让咱哑巴偷? 大概是他看管的那条女人鱼吧 哈哈,一对怪物 偷去是不是做媳妇啊? 倒满般配的呢 喂,哑巴,把布撩起来我们看看 艾娃感觉到阿末弯了弯腰 她的胸几乎要把她压得透不过气 她躲得更厉害 左脚右脚像是要马上绊在一块了 艾娃不知道她是否故意 但至少男人们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开去 她们笑得跟疯子似的 生活中值得乐一乐的东西太少了 很快,喧闹声就远了 艾娃在衬衫底下微色了脑袋 看见小路上尖尖的铺路时 阿末的光脚丫被扎出血来了 艾娃看着渗出的一小点一小点红 又是一阵晕 不过艾娃已经发现 水外的世界并非想象中的那般不可接受 她的呼吸顺畅了许多 耳膜的敏感度也降到能够承受噪音了 喂 一个老头的声音 艾娃猜想是门卫 阿末不答 她看见她住脚了 大脚趾紧张地崩起来 喂喂 老头又叫了两声 阿末突然快跑起来 像只老鼠似的窜出大门 除了老头 艾娃也被她吓了一大跳 阿末奔跑时 跛脚颠得厉害 艾娃只想呕吐 还有她臂弯里渗出的滑腻腻的汗 让她几乎被脱手甩出去 身后的声音突然热闹起来 艾娃估计是有人追出来了 衬衫从她脸上掉落 艾娃吸了一大口气 她看见铁灰铁灰的天 团团的云让她想起阿末房里的尘垢 阿末挑小路跑 艾娃的膝盖不小心撞到墙 薄薄的皮肤马上蹭出血来 阿末在独眼窝里 憋了许久的泪 终于掉了下来 她边喘着气 便发出音哑的音音声 底下的步子乱起来 好在追他们的是四五个心不在焉的散兵 小赵临时从隔壁海豚池找来的 现在是驾班时间 那几个员工本想躲着打牌 却不料被叫来追人鱼 人鱼是海洋馆的宝 他们不敢推卸 但心里却老大不情愿 再加上水晶宫的火热 早让他们心里不是滋味了 所以他们只是嘴里大喊着虚张声势 脚底下却越追越慢 阿末转了几个弯 奔出一段路 身后追兵的叫声就听不见了 他渐渐停下来 膝盖不停发抖 几乎站立不住 爱娃挣扎着要从阿末身上下来 阿末想坚持抱他 但终于力气不支 就把他放了下来 爱娃几乎摔倒在地 他的腿已不习惯站立 他推开阿末惊慌失措地扶过来的手 慢慢贴着墙壁站起来 他感觉疼痛从宽大扁平的脚底板 一下子贯穿进心脏 身体一波一波地发着软 仿佛空气里仍有看不见的水 阿末靠在墙边 边调整呼吸 边不停地落泪 他呆呆望了会儿爱娃 他的眼神是空的 眼珠像是已经气化蒸发了 嘴唇和脸颊一样白 蹭破的伤口 流着浅黄色的血 阿末蹲下来 把一块嵌在脚心的小石力 抠出来 爱娃默然地看着他黑乎乎的指甲缝 阿末用石子在路面上画出三条白痕 那是三根平行的曲线 爱娃的眼神随着他们一荡一沉 渐渐地有了些生气 阿末直指曲线 抬头看看爱娃 再将手举起来 坚定地伸向前方 企业发展不好 政府是罪魁祸首吗 奖金花在刀刃上 一定有效果吗 员工上班网购 管还是不管 达成预期目标 是否就能靠上三军 整日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的管理者们 是时候了解管理的真相了 管理是非题 非凡见解尽在静雅思听 独据 金花技 北掌 石 石 石 感谢观看